警車救護車急忙趕到現場 原來眼前這名男子 手腳中刀血流不止 下關起來的時候就是有點爭執 他們兩個上次是有點文貴重 然後剛剛那個人就是 有點嗆聲這樣 他有拿刀對不對 對對對 新北市三峽火葬場上有發生砍人案 兩名男子發生捐職 其中一人拿刀追砍對方 起因是為了搶生意 而警方調查雙方都是殯葬業者 19歲的林姓男子為了下關生意 多次和18歲的許姓男子 爆發口角 14號上午看見對方又來搶下關 上前理論卻被嗆瞎 氣得拿西瓜刀攻擊 造成手腳受傷 被依傷害罪送辦 但是上班人馬就在這個地方 發生衝突 而嫌犯是立刻衝進停車場 到機車的置物箱拿刀攻擊 傷者受傷之後呢 則是躺在原地 而嫌犯之後是立刻騎車逃離現場 黑衣男犯案後 還沒等警方到場 急急忙忙 騎車閃人 他的目的地不是逃回家 而是帶著作案用的西瓜刀 到派出所投案 業者指出 假日一整天下關費用 金額可以破萬 長期下來有不守的利潤 這回為了搶生意 竟然大白天亮到攻擊 錢還沒有賺到 自己先受傷 TV新聞 我覺得你家曼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